Hello大家 那上半年的斯芙兰打折呢 马上就要来了 具体的打折信息呢 我会这边放字幕和下面放在info box 我就不多做描述了 其实前阵子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各大百货公司都放出了七五折的折扣 力度非常大 那斯芙兰这一次呢 依然是Vib Rouge八折 那显然就不那么吸引我们了 但是没关系 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个返利网站 叫做Go Cashback 在斯芙兰打折期间 他们有4%的返信 也就是叠加了斯芙兰原本的8折的话 就有76折的折扣 那就跟其他百货公司的力度差不多 另外加拿大的斯芙兰 他们是有5%的返利 那么叠加8折的折扣 就是有75折的折扣 那对我来说这样子的折扣 就和之前各大百货公司差不多了 虽然返利的部分不是特别大 但是省下一点是一点 Go Cashback呢 是第一家淘宝进驻的北美返利网站 是对华人非常友好的中英文商界面的网站 像大家平时经常购买的Bird of Goodman Neta Porter啊 这些时装网站 像一些护肤彩妆 也是参加了Go Cashback的返利 我今天会推大家一个小众的品牌 叫做Kate Somerville 在Go Cashback上也有非常大的返利 而且他们的返现和各大网站自己的折扣 是不冲突的可以两边叠加使用 就会帮你省下更多的钱 那在这边我为大家争取了一个粉丝福利 平时你注册Go Cashback可以得到5美金的返现 如果你通过我的邀请码注册 就可以得到10美金的返现 Go Cashback的返现累积到20美金的时候就可以提现了 提现的方式也非常多种多样 你可以通过提现你自己的待备账户 也可以让他们Gcheck给你 另外还可以支付宝提现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Go Cashback 和很多华人的商家有返利的合作 这是外面不多见的 就比如我最近很爱买的亚米网 还有iMomoko Everlane Double Concept这种网站 其实我最近在亚米网上也下单了非常多的零食 等一下可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来介绍一下 我平时斯福兰的推荐吧 其实我平时的护肤品都是在百货的网站上买的 因为斯福兰没有我喜欢用的品牌 但是我的彩妆就非常喜欢在斯福兰买 护肤类的推荐呢 其实我只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Kate Summerville 这是一个洛杉矶的美容院品牌 我今天推荐的是他们的一款磨砂膏 其实这款品牌我也只用过那么一样东西 还是朋友推荐给我的 但是真的特别好用 像我这种豆豆成枪皮 对我来讲磨砂膏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它可以定期去除我皮肤多余的角质 帮助代谢这样子不容易毛孔堵塞长壁口 我觉得它对壁口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其实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我每一次都是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 就顺便完成了磨砂的这个步骤 它就是将你的脸洗完之后 然后挤大概这么一点 用量不是非常大就全脸的按摩三十秒钟 之后在脸上停留两分钟就可以掉了 那这两分钟的时间呢我还可以接着洗身上就完全不耽误事情 一个星期的话油皮一般建议用一到两次 如果大家是非常敏感的皮肤 你可以一个星期只用一次或者两周只用一次 它的磨砂力度不是非常大 所以还算是比较温和 当然我建议敏感皮的同学还是多做一下功课 看看敏感皮的人是不是适用这一款磨砂膏 当你的水冲完脸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脸上非常非常滑 特别舒服 而且不会有任何紧绷感 也不是那一种架滑 就是摸上去感觉皮肤都细腻了 最主要的功能是我觉得时间用了长以后 我下巴上的壁口真的好了非常多 我的下巴现在只是在姨妈期长那些比较大的红肿痘痘 但是再也没有发生过闭口的情况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磨砂膏是非常推荐大家的 但是这支磨砂膏价格并不便宜 它60毫升的售价是85美金 这边我就非常推荐大家买他们家的套装 套装是这样的 它的磨砂膏就变成了50毫升 然后加上一支洗面奶和一个小小的面霜 这支洗面奶我现在也正在用 其实是无功无过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缺点 挑不出什么毛病 清洁力和保湿感方面都是还行的 面霜因为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反馈 这一个套装虽然磨砂膏少了10毫升 但是整支套装只要65美金 就比单买一支60毫升磨砂膏要便宜非常多 那么我就推荐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品牌磨砂膏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购买试用的 第二样护肤品呢 是这个Mario的去痘痘水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痘痘蛮严重的人 它的使用方法呢 是你拿到的时候 有可能它是已经混在一起了 但是你就把它静置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像这样子水和粉分层 然后使用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去摇它 你拿一根棉签下去 沾到这个粉末之后 在护肤的最后一步结束之后 把这个粉末点在你有痘痘的地方 如果是那种小的破口一点点红点 第二天早上就会愈合 那那种大的红肿的痘呢 其实有一点命运未知的感觉 也许第二天它就会爆出白色的浓 你就可以把它挤掉了 但也许它也会扁下去 总之我认识哪种方式 我觉得对痘痘的愈合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其实这个品牌也有一个痘痘水非常有名 但是我还没有使用过 因为马肉这个牌子 它性价比比较高 这一瓶是17美金 而且我平时挺少看见这个品牌打折的 我本来还不知道斯福兰有这个品牌 所以我后来发现斯福兰有了之后 每一次打折 我基本上都是买两到三瓶 因为我对这个需求量真的还是蛮大的 那这个痘痘水 就推荐给有痘痘困扰的同学 大家可以做一次尝试 它对痘痘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呢就都是彩妆了 首先我要重点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遮瑕 那我是一个痘痘比较严重的人 其实我脸上痘印还挺多的 但是每一次视频上 只要不是我有正在发的突体的那种痘痘 大家基本上应该是看不到我发的比较严重 那是因为我把我所有的痘印都遮起来了 我的遮瑕方法呢 就是很多YouTuber推荐的三明治大法 先上一层遮瑕再上一层分底 然后再上一层遮瑕 但是我两层遮瑕用的是不一样的产品 第一层呢就是这一支 It Cosmetics的Bye Bye Breakout 它是专门针对痘痘设计的遮瑕膏 其实这是我购买的第二瓶了 但是可以看到我已经用掉半瓶了 所以可能这次我又得囤一瓶 这个痘痘遮瑕膏里面是含水阳酸的 所以它点在你的痘痘上 其实是对你的痘痘愈合有那么一点点的好处 之所以我说只有一点点 是因为它只针对那种非常小小的破口 如果你早上挤破了它 因为你是白天没有办法用痘痘水的 如果要出门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上这个遮瑕膏 点一点在你的小破口上 然后继续上你的妆 晚上回家的时候 如果是非常小破口 它就会自动变得平复 好像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然如果是大的红肿痘痘 它是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毕竟只是一个遮瑕膏 其实它的遮瑕能力是没有问题 但是色号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问题的 像我自己还有一支 Bye Bye Under Eye 是遮眼下黑眼圈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开掉眼袋之后 我也没有黑眼圈了 所以这一支遮瑕膏 对我用处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的Bye Bye Under Eye 买的是Medium 10的色号 因为Medium用在眼下 它就会显得这边非常非常亮 我就不太喜欢像外国人一样 把眼下提的非常亮 因为我觉得那样有一种预盖迷障的感觉 但是这一支遮瑕膏 Medium的色号对我来说都太深了 然后呢 Fair又太浅了 所以我买的是Light 但是Light其实对我还是有一点点深 但是我觉得脸上的遮瑕 宁愿深一点也不要太浅 浅的话反而会暴露你的瑕疵 就像此地无垠三百两那样子的感觉 那么第一层虽然它色号对我有一点深 但是之后我会上一层粉底液 把这个颜色均匀一下 再然后第二层就是我的王牌遮瑕组合 这是Two Faced Born This Way遮瑕膏 非常大一支 有15毫升 我买的两个色号 是因为它色号虽然非常多 但是我的春假和秋冬是使用不一样的粉底液 所以呢 我需要两个色号来自己挑 适合我不同季节的粉底液色号 另外搭配的刷具就是这一把 Artist的三号遮瑕刷 这把刷子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在私服栏买买 因为Artist自己的官网会有更大的活动力度 一般可能会有个五折这样 或者大家可以选择买套装 另外就是找simple sale的代购 因为simple sale上这样一把刷子可能也就十刀多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组合的效果 这个真假膏呢我买了两个 一个色号是light beige 一个是purl的 那我今天就放一点light beige 我一般就是放在手上 然后加一点点purl 然后用这把刷子把两个颜色调在一起 就是把它们混在一起就好了非常容易 然后就开始往脸上放 我这边不是有个很大斗印吗 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这个遮瑕膏多好用 你就直接用刷子蘸着遮瑕膏往脸上怼就可以了 不是平时遮瑕膏一直要讲究周围要均匀拍开吗 这个就完全不用 你就颜色调的准的话 你就直接往脸上这样子对着痘印怼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那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痘印就被遮到 已经看不出这边有个非常大的痘印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遮瑕膏配这一把artist的三号刷子 简直是完美 可以把你脸上所有的小子都藏起来 下一个推荐的呢是一块高光 牌子是milk makeup 我这个色号是lit 里面是长这样的 就包装来讲就是一个中规中矩 比较干干净净的塑料盒 但是里面的内容是非常好用的 我也有这一块Laura Massey的非常有名的高光 但是大家看我基本上用的非常少 因为它对我来说实在太自然了 我感觉大概涂鼻梁差不多 如果涂脸颊的话实在是有一点太清淡 就看不见你涂高光的那种感觉了 另外我自己还有就是这一块 菲尼beauty它最原始的那个钻石高光 如果你出去玩非常需要高调的情况下 或者说今天阳光非常好 那你就可以用这一块高光 又像银河钻石那样的星星点点的撒在你的脸上非常好看 但是日常呢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一块 这一块高光就稍微有一点点高调 但也不会太过张扬 那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这一块高光 我觉得它属于显色度刚刚好 不会说太低调 你要看了万天才能看出涂出高光 它绝对是那种 啊我能看见你今天涂了高光 但是是那种水波淋淋的高光 它的粉是非常细腻的 也完全不显毛孔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 这个LIT的色号也基本上是亚洲皮肤通用的 它会给人一种很清透干净 脸上有光泽的感觉 而不是你刻意营造出来外国人那种非常非常白的高光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试这一块Milk Makeup的LIT高光 再来是一个Huda Beauty的散粉 我的色号是Cupcake 大家可以看到它后面有这一个图示 这个散粉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定妆粉 它是专门专门让你Bake来用的 那夏天要来我的底妆就又有烘焙的需求了 Huda Beauty的这个散粉呢 就是专门为Bake设计的 所以它烘焙在脸上的时候 抹皮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又不会带走你脸上的水分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烘得特别特别厚的话 一整天你也不会觉得干 本来夏天就有比较容易出油嘛 但是里面呢打开就有一点不好 它的粉比较容易跑出来 因为这个粉就是非常细腻的 因为我平时上底妆就是拿一个打湿的海绵蛋去蘸的 那如果使用上就建议大家把这个粉倒在盒子里去蘸 之后你就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不要拿湿的海绵蛋去直接接触这个网 我觉得那样容易发霉 其实这个烘焙粉是我去年夏天买的了 现在照我这个使用方法来讲 它依然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想要让里面的粉质保持干爽一点 那这个烘焙粉夏天来了就特别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 它可以让你的底妆更加持久 下一支呢是Anastasia的一支眉笔 其实就是他们经典好用的细头眉笔 我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并不是说这支眉笔有多么的出众 甚至我用下来它刷子这边盖子都裂了 现在我这刷子就不太好用了 我想要推荐大家的是这一个色号 因为我最近染了一个红棕色的头发 那我之前完全棕色的眉笔就显得不那么配了 所以我又找出了我的这一支Anastasia 它的颜色就会跟我这个红棕的发色非常配 所以如果你染了跟我差不多颜色的发色 可以试一下这支Anastasia的这个色号 它就跟这样子的发色非常搭配了 那眼影盘方面呢 最近也没有出到特别吸引我的盘子 上一次打折的时候呢 我就买了Natasha的这一盘大都会的眼影盘 我买这一盘眼影的时候就告诉自己 以后好像什么盘都不用买了 因为它什么颜色都有了 确实它基本上大多数色系都是包含了 但是这个眼影盘其实有一个缺点 它盘子本身不粉粉 但是它涂上眼睛的时候 很容易那个粉掉到脸上 所以如果有想买这个眼影盘的同学 我建议大家在眼睛下面这边做一下bake 不然的话这个粉掉到脸上是非常难扫的 特别是它这些金色的亮片 你掉到脸上如果你去拿散粉刷一扫 你会把这个亮片给扫开 脸上就会有金色的一道 所以这是这个眼影盘要值得注意的一点 最后就是推荐大家的两支口红 第一支呢就是Two Face的姜柄人 之前有好几次视频有同学问我用的什么口红色号 我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一支 但是这个寿司呢是一支适合秋冬的颜色 如果现在买可能没有什么必要的 但是因为挺多人问的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我秋冬大多数的视频用的都是这一支 而且姜柄云的这个口红 除了有那种非常好闻的饼干香味以外 它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的持久 基本上来说如果你只是吃饭的话 也只会掉中间一点 如果真的你忘记戴口红出门补的话 你嘴巴抿一抿一天也是顶得过去 它绝对不会非常惨烈的全部掉光 就好像没有涂过那样子 因为毕竟是唇釉的质地 那如果你的嘴唇非常非常干的话 就不太适合这一种唇釉了 但是它的持久力 绝对是我用过唇釉中最强最强的了 基本上是可以一天不用补妆的 第二支呢就是YSL的小金条 我知道很多人就喜欢买那支21号的红色 但是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9号的酒红色 今天阳光比较好 可能看上去还比较鲜红的样子 其实就是我涂在嘴上的这一支颜色 我觉得这个比正红色看上去要更有气质和气场 好像这两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买多了正红色以后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酒红色 觉得更特别一点 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说一下我这次种草的清单 其实东西也不是非常多 我最近看安娜阿姨的视频有种草了这个Mura的痘痘系列 准备买两个痘痘使用的产品 另外就是想买Benefits的眉笔 那因为我的发色换了 所以我会买2号色就更浅一点 然后补货我这一个痘痘遮瑕膏 然后补货一个痘痘水 就这样子的 其实东西非常非常少 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彩妆 最主要是最近也不出门 我就不知道如果新买了彩妆什么时候才用得上 所以基本上还是囤一些自己脸上用得到的产品 那这些小众品牌产品 我觉得统一在斯布兰上面购买 对我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准备去开箱亚米的路上 突然看见了 哦呦 姐姐在我们洗衣房里的篮子里睡下来了 居然 这就是我脏衣拿 纳空里香拿 姐姐 姐姐 哭哭呀 我打扰你了是吧 好好的 空我来 空我来 这准备给大家开箱一下我前阵子在亚里下单的东西 全是吃的 因为最近实在是嘴巴好寂寞 我觉得半个月真是摄影师还蛮厉害的 因为在家里带小孩实在是非常郁闷 而且这一两个月吃过泡面 比我过去几年加起来还多 不过这次的开箱里面我没有买泡面 我最主要想下单的是这个 Lipo的越南白饼干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这个饼干我就疯狂的下了五袋 就开始也不够吃 然后买了汪汪的这个后烧海苔泥饼 买的是个大包的 因为我老公也蛮爱吃的 现在连超市都不太敢去了嘛 所以像这种超市里买得到的东西 我也只好网上买了 然后这是芝士味的汪汪鲜饼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就跟普通的是不一样 它就是真的芝士味道 之后就是下单了一些零食 然后虾条 洋葱圈 然后我买了一个豆腐干 我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因为我不太敢吃辣的怕长豆子 所以买了各个什么烧烤味 然后还有张军衙小妹妹 就是那些都是吃的 最后还有这样一瓶元气水 是陶子韦的 因为我两个朋友都推紧跟我说非常好喝 我觉得还行吧 它气的味道非常足 因为我平时只喝白水 所以我好像本身就对饮料兴趣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零卡路里的做成这个味道已经非常不错了 大家看一下它是零卡路里的 但是我非常疑惑的是它这边carb是18.24克 但是sugar是零 你没有sugar你哪来的carb呢 所以我也不敢多喝 因为借糖嘛我就怕长痘痘 不过如果你不太借糖分只是害怕发胖的话 我觉得这个饮料零卡路里应该算味道蛮不错的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也欢迎给我安利 疫情期间因为天天都待在家里嘛 总希望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心情更好一点 那4月27号男乐高会发售五套小黄人 我看中了其中售价60美金的那一套 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 我放一个图片在这里安利大家 如果大家也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一套的话 我们记得上一个闹钟4月27号一起抢这一套 小黄人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